大家好,Kyokoです 大家好,來到今天會繼續講關於租車的日文 今天就不是說你剛剛租車的櫃位會用的日文 而是你實際去開車的時候 有可能接觸到的日文單字 第一個就是當我們要開車一定會有我們的目的地 目的地的日文是怎樣說呢? 就是目的地的意思 然後當你想知道現在的位置是哪個時候 現在位置的人文是 以上這兩個不是開車的朋友都可能有機會用到的 例如你拿著Google Map要走的時候 你可以按的目的地 還有那個藍色的點點就是你的現在地 那不管開車還是走路的朋友都好 你由現在地去到這個目的地都需要這個路線的 路線的日文是 Ludo Ludo 記住不是Ludo Ludo就變成這個面 OK 好,開車的朋友呢 你有時會駕上這個高速公路的 那在中間有時有些中途休息站 香港好像沒有這個中途休息站 例如你去韓國或者日本 因為可能那條高速公路真的很長 就會有些中途休息站 中途休息站的日文是 道の駅 道の駅 那你除了這個中途休息站 有時你駕得太長途 可能你需要找這個加油站入油的 在日文到加油站的日文是 GASOLINE STAND GASOLINE STAND 那如果有入過油的朋友呢 有時可能我們自己去自助入油 或者你想要職員服侍 他幫你入油的時候呢 日文到底是怎樣說呢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要SELF入油的時候 SELF入油 SELF入油 SELF入油的日文是怎樣說呢 就是這個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有一點點喬喉 很多個LLLL的音詞馬尺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服務的意思 所以你什麼什麼 SERVICE 就會有另一個解釋 如果你要由職員入油的話 就可以讀FULU SERVICE FULU SERVICE 就會由職員幫你入油的 那你去入油的時候 這個GAS 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在日文到底是怎樣說呢 那首先我們說一下這個種類 種類的日文是 SULU SULU 如果大家記得曾經學過這個文明 就是名詞加NO 加名詞 就可以用來這裡去形容這個GAS的種類 就是 XXX NO SHULU GAS的日文是 GASELINE GASELINE 就代表汽油的種類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當你去到目的地的時候 就要拍車 那你未必是拍戲街的嘛 你需要找一個停車場 停車場呢 日文的漢字 寫做 住車場的 它的讀法是 然後今天最後要說多一個 就是你租車有可能要買保險 或者你不懂得開車的朋友不要緊 因為你去旅行都要買保險的 保險的日文呢 叫做 HOKEN HOKEN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說關於租車的日文 今天呢 特別一點的就是 你不租車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用到這些生字的 譬如你要去旅行找路的時候 你就會用這個Google Map 所以有些單字呢 你也有可能在這個Google Map看到的 那希望今天的單字片也幫到大家 對日文有更加多的認識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 另外呢 要Follow我的IG 去旅行這個生字卡 還有FollowFacebook 看最新的資訊啦 那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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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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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